今天,吴磊和林烈主演的《斗破苍穹》,在各大卫视及平台热播,掀起了不少人的追剧。 而最近几集播出的《斗破苍穹》中,《小龙女》里肉痛的客串,更是让不少隐秘惊喜。 在剧中虽然不是女主,但是客串的几分钟,就引起了大逼网友的期待,但是剧组放出的剧照可把网友吓得不轻。 李若同是众多80后心中的女神,她凭着《神雕侠侣》里的《小龙女》扮向鲜美,而一举成名,李若同更是众多人心中无法超越的《小龙女》。 受刺出演的李若同因为入戏太深,拍摄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,她仍旧深陷之中自拔不出来。 李若同的朋友说,她会整整几天不出家门,一个人坐在阳台上一坐一整天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泪水满面。 《小龙女》一曲成名后,李若同也演了不少的戏,也有尝试着转型,由于饰演的《小龙女》在观众的心里太深刻了。 即使演了好多剧,观众依然注意到,李若同的就是《小龙女》,无数影迷,鉴定李若同就是神仙姐姐的化身,事件和人都代替不了的存在。 事件在无他人,李若同饰演的《小野母亲古文心》,李若同在《斗破仓球》的剧中,一出场便头发散乱的躺在床上,面色憔悴,可能是剧组打光的缘故。 李若同的《专容》在剧中显得很是老气,神情暗淡,近些老菜,网友纷纷吐槽,这个剧组的造型是有问题,明明没有那么老气。 竟然化成这样,岁月无情,细细想来,人变老是世间万物必经的过程,观众心中的《小龙女》依然年轻永述,但是李若同时会变老的啊。 二十年载,观众居所以有觉得差距太大,不正是因为李若同演的《太刻骨铭心》了吗? 小龙女不会变老,但是李若同在岁月的年华中,都有自己独特的美,又有何不好?